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三星講師Norman 那今天呢我要推薦給大家 三星全新的Galaxy S21 FE這個型號 那它也集結了今年度所有旗艦機很不錯的標準 那我現在手上示範給大家看是 我們預計會上市的兩款顏色 那當然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快速了解它外觀上有什麼重點 那第一個呢在厚薄度上面 它也抓住了更輕薄的手感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今年三星的手機 我們在背蓋的處理上都走向了輕膚的材質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有旗艦重磅級的 這種划算的手機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當然我們FE這個型號呢 也為它換上了Dynamic AMOLED 2X的版本 那它這個版本呢也是搭上今年旗艦機螢幕的主流 因為代表它會搭載高的螢幕更新率 那我們最高的更新率可以支援刷新到120Hz 那同時呢如果你需要能夠達到電量更平衡的效果 它也可以把它選成60Hz的螢幕更新率 讓你在平衡跟視覺上的感受 都能夠讓你自由選擇也非常不錯喔 今年21系列相機的確非常令人振奮 因為我們在相機的配置上絕對超乎你的期待 上面呢是超廣角 1200萬畫素讓你拍出很驚人誇張的線條 那中間這顆廣角是1200萬畫素 那最下面這顆如果你喜歡拍遠距的朋友 我相信你會非常喜歡喔 因為它配備是800萬的畫素加上3倍的光學變焦 我們最遠可以讓你拍攝到30倍的混合變焦 讓你在遠距拍攝上有更超凡的體驗喔 那講到超高倍變焦呢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來示範給大家看 比方說像我現在身處的環境想要拍攝到這個對面的建築物 那你會發現頂樓的物件離我非常遠 我又沒辦法走靠近 這時候呢能夠遠距變焦就很好用喔 那首先在我們的相機介面上就會有3棵樹 1棵樹、2棵樹、3棵樹 如果你選擇1棵樹會直接切換成3倍的倍率 那你會發現右邊我們就會有快捷倍率喔 比方說我可以快速的切換到10倍 甚至呢我也可以切換到20倍 那一旦超過20倍呢我們就來分享一下喔 傳統手機喔高倍變焦倍率會遇到一個痛點 就是我們在遠距變焦的時候 你的手晃動的幅度會被放大 那這時候你就會清楚的感覺到我們左上角 它有一個AI防手震變焦的體式 它有個黃框 那你會發現我們現在黃框是變成黃色的 代表它已經作動 所以你就發現你的手並不需要特意上腳架 它也可以帶給你影像非常穩定的效果 所以即使我到30倍我也可以單用手持的方式 清楚的拍攝變焦的照片 那講到我們的相機規格今年硬體非常強悍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在拍照的時候 你的環境沒有辦法都配合你嘛 比方說現在我拍攝這個百貨商場喔 後面有一個工程單位在施工 所以頂頭有一個紅紅的掉背 過去喔我們可能只能被迫接受這張照片 但是今年呢三星有主打另外一個 算是相片後製的功能叫做物件橡皮擦 那這物件橡皮擦要怎麼操作呢 來示範給大家看 當我拍完照片進入媒體瀏覽器 把這個照片點出來選擇編輯之後啊 在右上角會有三顆白點 那這三個白點呢我可以進入實驗室 那實驗室就會很清楚提示你 有一個物件橡皮擦 它是個開關 我只要把這個開關打開 以後你要編輯相片 這個物件橡皮擦就會一直這樣子操作 你就會發現呢 我就會有一個物件橡皮擦的操作按鍵 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請你把你想要抹除的物件喔 用手指畫上一些標記 那畫上標記之後呢 我就可以按清除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成功的把這個工程掉背抹除掉 那接著呢 我們只要按下這個打勾 然後讓它儲存起來 這張照片就不會出現這個 你不喜歡的物件在裡面 那我相信這兩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喔 很多朋友也開始會利用自己的手機 紀錄自己的日常生活 上傳自己的影音平台 所以今年三星呢 S21系列包含F1 我們今年推出一個很好用的錄製軟體 在F1上面呢 我們在相機裡的更多裡面叫做雙向錄製 那這個雙向錄製打開來之後呢 顧名思義呢 它會開啟我們的後製的廣角鏡頭 以及自拍鏡頭 那雙向錄製的模式喔 有幾個地方提示給大家 第一個喔 因為雙向錄製 它會同時啟用我後製的廣角鏡頭 跟自拍鏡頭 所以呢 自拍鏡頭 它會是一個小視窗 那這小視窗是可以隨意移動的喔 在你錄影前 你都可以隨意移動你喜歡的位置 這時候你就可以完成一個非常很輕鬆很生活的影片 因為後面的影像你可以錄你的主題 那你也可以搭配自己的影像錄鏡 加上你的解說 或是你的生動的互動 那也會讓觀看這個影片的人會覺得 欸這個你的影片 真的跟平常大家上架的影片很不一樣 非常有趣也很輕鬆 最後呢 如果你正在物色你心目中理想的手機 那講到目前為止 S21 FE 希望有好多點可以打中你 比方說它有輕巧的手感 輕膚的手感 加上螢幕非常的優秀 有120Hz清晰流暢的螢幕更新率 而且顏色跟亮度發射都非常棒喔 那三個相機的配置呢 我們剛才已經示範了超高倍變焦 最高可以到30倍 讓你看得又遠拍得又穩 那最後回歸效能 我們在旗艦的品質上一定要求 還有高通S888 是目前今年的旗艦首選 那我們在IP68或是上網 就用到Wi-Fi6 甚至我們也是標準的5G行動上網的手機 所以最後呢也可以推薦給S21 FE給大家 那當然呢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接下來如果已經正在關心 三星的重磅產品的話 也隨時請各位朋友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三星的Norman 我們下次見